那么大家好啊,欢迎各个每一节目啊,先这一集啊,咱们得讲个硬事啊 那现在墨西哥总统啊,表示出来要硬钢,是吧,说特朗普啊,靠威胁和关税啊,解决不了 是吧,移民啊,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的问题啊 那这个呢,咱也说一句实在话,就这东西啊,就这东西,其实在墨西哥这块 是吧,他都不是,他都不能叫黑帮了,因为你知道吧 因为咱说实话,黑帮呢,他有他的自己的形式风格,对吧 他有他自己做事的这个概念,像墨西哥这样的,是不是 那那,那他还算这个所谓黑帮吗,他就不是黑帮 他就根本就是军阀,是吧,所以说白了呢,这种 这种困境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根本就没得干 所以为什么最后呢,就是说,呃,好像谁都处理不了 是吧,谁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表面看起来呢 他是一个,是吧,是一个这个东西的问题 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没什么发展的问题,对吧 发展始终受限,那么什么产业能赚钱呢,就这东西能赚钱 所以最后呢,他们就靠这东西赚钱 所以慢慢慢慢的呢,他们已经是一个军阀了 你想,当他已经是一个军阀的时候,你要墨西哥去把这些军阀搞定 他怎么能搞得定呢,对吧,他完全搞不定,是吧 这个道理蛮简单的啊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所谓移民问题 对于墨西哥来说的话呢,到底是征25%的关税合适呢 是吧,还是这个收这个几百万移民合适的,那当然还是25%的关税 因为关税收了之后的话呢,你也在撑押,我也在撑押 这点你一定要知道啊,特朗普他,你别看他这个了不起 说的很,外强中干 是吧,因为你收了关税之后的话呢,物价一定要上涨的 物价上涨之后的话呢,对于整个的这个游戏 是吧,这个对他来说他想施政啊,包括他明年的降息的这个方向啊,都不好干 因为你,你,你通胀了,那你后边的游戏,你可怎么玩呢 你就不好玩嘛,对吧 所以说白了呢,对于墨西哥来说的话呢 墨西哥的想的也很清楚 我没跟你说嘛,就是大量的这些美洲的这个拉美的人往墨西哥走 对吧,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去美国 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的话呢,对墨西哥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其实还无所谓 因为他们都知道,就是你留,人家也不想留 对吧,人家也不是来你这儿的,是吧 就是无非就是借贵宝地一用 而且呢,这个对于墨西哥来说的话呢,没准还是个产业 对吧,你来我这儿,人吃马脚 对不对,你好了坏了,多多少少,你得吃点喝点 啊,你得弄点用点的,对吧 对他来说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项目 对不对,那那你说这东西算不算是一个营生 啊,毕竟你得从我这儿过,对不对 那你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是吧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的话,你把人都涌过来,涌回来 我突然这个社会增加几百万人,几百万劳动力的话 那我这劳动力市场我都崩了 那到时候造成我内部的混乱,我怎么解决呢 就这么跟你讲啊,就是你只要收留了这些移民 是吧,这些所谓非法移民 那你等于就是被加征了25%的关税 就跟这差不多 为什么呀,他造成你社会混乱啊 你社会上得处理这些人呢 对吧,这些人又折腾又闹腾呢 对不对,那最后的话你还不好说 对吧,所以对你来说的话呢 你到底是收这些人 便宜合适呢 对吧,还是你被承受这25%的关税合适呢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可能承受25%的关税合适 对吧,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呢 他可以和那个,这个那些人做交易啊 对不对,只要墨西哥不管了 什么都不管了,只要边境线上摆满了人 对不对,严防死守 绝不让那些人过来 上岸的事他们不管了 不管了之后的话呢 那没准那些人还能给他提供点资金啊 那这样玩的话后边怎么说 对不对 所以对墨西哥来说呢 其实他横也不行,数也不行 那还不如就横,跟他硬到底 说实话啊,跟美国硬到底 25%的关税也不是不能承受 对不对 那35%呢,没准也能征一征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啊 美国人他不管那样的 他把这几百万人比如哭一下 人家送走了 都送你那了 送你那他就不管了 你往北送容易 你往南送 那人家都不要 那就变成你的矛盾了 你比如说你就筛 比如说你500万人筛出来 是吧 都都来了啊 500万人你筛出来200万 是吧 是拉美的,300万是你的 比如这意思啊 那你再往下送 再往下送的话 人家可能更不愿意 对吧 那个时候你美国人能通过关税去扼诈这个墨西哥 墨西哥凭什么让他底下这些国家接受呢 对吧 你要知道这200万人谁接谁是雷呀 对不对 流民30万 这就已经是灾了 是吧 你更何况给你送几百万人 对吧 给你送100万人来 那你根本就受不了啊 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说的话呢 就看他们能坚持多久吧 对吧 那反正 呃 对于这个 双方来说的话呢 双方就是耗 其实这里边啊 我说实在话啊 如果墨西哥真的能耗得住 最后福尔的一定是川普 这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人越聚越多了 对吧 你别忘了啊 你说一千一百万 对吧 那你咱也说不给他打个折吧 对吧 你就说五百万人啊 五百万人四年一年就要一百万 一百万一个月就要十万 对吧 差不多吧 那你别忘了 你只要跟他刚半年 他在边境上就得有六十万人呢 那六十万人鞠子一起 那人吃马鸟 那是个调废了 对吧 你别开玩笑 而且对于美国的这个影响力 对吧 这个这个问题造成的越越堆越狠 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知道他们之间就该产生矛盾了 为什么呀 边境沙皇强硬的要驱逐 对吧 其他人人家你雇物这个观瞻 对吧 别的事你管不管 又不懂不管 你不能什么都往这个德州塞呀 你想你要往德州塞个一百万人 两百万人 这帮人就停在那 走也走不了 他们就在那人吃马鸟 每天为他们供应这个物资 那那个东西到底谁出 是联邦出啊 是吧 还是德州出 德州呢 出点意思就得行 你让他包这上百万人的吃饭问题 怎么包啊 对吧 吃少了不行 吃多了不行 吃少了呢 这个媒体不干 他说这那就全来了 是吧 什么人权 这大哥就都来了 吃多了呢 都受不了啊 对不对 那上百万人来我这奢州 我也奢不动啊 对不对 你想流民一下来一百万 对吧 所以我跟你讲呢 墨西哥这事呢 只要能跟他顶 你顶半年 没准就能迎来转机 你要说顶不住 是吧 三下两下 那个你就服软了 完那25% 我给你取消了 25%给你取消了 是吧 那你就惨了 而且对于墨西哥来说的话呢 那25%给你取消不取消 因为他现在是两件事嘛 一件事是移民问题 一件事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他根本就管不了 他要能管 他还至于 是吧 至于这个 用得着你美国 他自己就管了 对吧 他要能管 那自己他就管了 他根本他就管不了 所以你以这个为理由 那么收25%的关税 那么谈判肯定要谈到一点吧 那就是如果我接收移民 你撤不撤这个关税 如果你接收了移民之后的话呢 你也不撤这个关税的话 那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 那怎么说 对不对 那就等于是加了25%的关税 然后呢 送这堆移民来 等于就加当于加25%的 再加25% 那等于收人50%的关税 因为25%是收关税嘛 25%是这帮人去了墨西哥之后 他得折腾啊 对吧 那得闹腾 那不也就跟那个收关税似的吗 对吧 你3000亿收25%是多少 啊 对吧 那说白了不也就是这点事吗 那他不也得为这些人上百万人花钱吗 对吧 那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那样呢 对于墨西哥来说的话 墨西哥就艰难了 当然墨西哥呢 你有张良记 那我也过一条梯 那那个时候我也不管了 反正呢 不让你的人往我这走 或者就都不管了 这边境如入无人之境 全部完了 到那个时候的话呢 美国可能这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 不但治理不好 相反还得来好几倍 对吧 如果墨西哥那边全部管了 对压根就不管 随便 怎么着怎么着 对吧 那那一来的话呢 我跟你说可能危害更大 所以董王呢 现在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你也就好 因为昨天呢 他这个新闻呢 写的 可能我标题写的还是有问题 他说这个新增10%的关税的话 到底是在什么基础之上 按道理来说的话 是在新增25%的基础之上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现在不是25% 现在是零 明白我跟你讲这概念吗 为什么是零呢 因为他都在豁免清单上 就是你现在关税 他是1万 他也没事 为什么呢 他都豁免清单上 你这新增10% 是真的要收这10% 还是你延续这个豁免清单 对吧 如果你要延续豁免清单的话呢 你问我怎么看 我跟你说实话 那就 这就等于没打 所以我真的想啊 董王呢 出这一手 他是有很多的讯号 他的一个message 是一个讯息 你没读懂这个讯息的背后的含义 是吧 什么意思 他在虚张声势 他在告诉你 他在虚张声势 为什么 从另一个角来看的话 他要跟你求和 对吧 因为我说过嘛 因为真正的打法 应该是怎么打呢 先升60% 对吧 甚至有些东西到100% 这样呢 黑云压城城玉催来了 是吧 但是呢 他告诉你 比如说25年 是吧 1月他上来了 他说要实行这个60%的关税 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到这个26年实行 那也就是有一年的豁免期 对吧 那么到12月的时候呢 他又说呢 延长豁免期 或者呢 有这个可谓豁免清单 对吧 那这样呢 其实收这关税了嘛 压根就没收 对吧 玩的就这个假打 其实这个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是吧 给的压力最足 极限施压嘛 我说句不好听呢 你新增10%的关税的话 可能东西 对中国来说都懒得跟你谈判 直接就开打了 对吧 那我就对你的那个什么粮食啊 这东西给你进行限制就完了 因为你增加10% 对吧 比如说你 4000亿的商品10% 就是400亿嘛 那我找到一个差不多对应的 是吧 给你来那么一下子 包括对那个 是吧 那个D 就是那个 金属元素嘛 那些合金元素 不又开始了吗 稀土的那些东西 不又开始进行限制了吗 对不对 那八道菜的话呢 给你上了几道菜了 那后边的菜给你上全就完了呗 而且中国对美国最狠的 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取消对你原料药的出口嘛 降低对你原料药的出口 只要降低了对你原料药的出口的话 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那美国的物价 尤其药价一下飞上天去了 你没药了嘛 你这个原料药没有的话 你没有药 你怎么玩 对吧 你这时候你找三哥去忙 就算三哥有 三哥也得咬你一口啊 对吧 你想三哥那是能放过人的人吗 对不对 你受难了 你找三哥 三哥说你这帮我一把 你三哥不咬你两层皮下来 算得对得起你 知道吧 知道的意思吧 所以你们怎么看 现在这个态势呢 看得很明朗 对吧 这个他传递出来的消息 是什么消息呢 就是他内部啊 优于外部 我没跟你讲嘛 三件事嘛 第一件事 稳定中美关系 第二件事 先解决西亚 第三件事 解决东欧 按照这个顺序解决的话 那么美国呢 还能谈未来 还能聊 如果不按照这个顺序解决的话呢 那他就没有未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会越点越糟 因为你要知道 12月的话呢 到底鲍威尔给你降多少 比如鲍威尔给你降25 25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呢 又没说不给你降 降的呢 又不是你想要的 降的量又不够 对吧 等于最后就是50 50 是吧 502025吗 可能就100吗 等于从这个5.5降100 就变成4.5 4.5之后的话 鲍威尔就不接锅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你做的任何事情呢 通胀起来或者怎么样呢 都不好说 而且到了明年 对吧 你贝森特上来了 对吧 那你上来之后的话呢 你怎么去说这个CPI这事 反正耶伦人家是 人家做的是非常OK的 然后下个月的话呢 再给你把这个东西给你做出来 比如做再给你做到2.8 再给你涨0.2 完了呢 再降一个25 最后后边所有事都完事了 就不管了 那个时候你贝森特上来的话 你愿意怎么做 你怎么做 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他的CPI根本现在就不是2% 到底是5% 8% 10% 还百分之多少 这咱不知道 因为他们只有他们自己内部有数据 但是有一点看得能布施2% 对不对 那后边所有事就得拟忙了 那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对于现在的川宝来说的话呢 川宝可能不但不能降息 甚至没准还得加息 但是问题是你只要加息你就完了 知道吧 所以说实话呢 所以说实话呢 去年的5月就应该降息 对吧 如果5月降息呢 多降点息 把这个东西降来 可能还是好事 但是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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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了 没人管了 所以川宝呢 现在他真正的难 难就难在这 知道吧 他关税的话 愣打的话 他就得增加他的困难 关税战 你别老以为什么中国就会怎么着 一打关税战 中国又完了 哪有点事 打完关税战 你美国完了 才是真的 老百姓该通胀了 你就三个月 黄金期一过 就该闹事了 折腾来折腾去 你那部什么施政 你都实行不了 你这四年你就折腾了 且有你折腾了 所以为什么他对这两边 是吧 加拿大墨西哥 增25% 对中国增加10% 为什么呢 他传递的是一个讯号 对吧 因为人家放出话来了 是60%到100% 对吧 那60%到100% 那人家开股低战 一股作气 你看那个书 是不是 哪个不是说 一开始来个痛快的 一说大将 急先锋上来 哐哐两下 把对方干倒了 谁不是这样的 谁不是说 一开始得弄个痛快的 让大家建立新人新气象 新官上任 人家都是三把火 呼呼烧大火的 对不对 你以为外国他们就不烧火呢 他们一样 他也是烧火 对不对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上了先得来那么两下子 让大家见一见 人家得新人新气象 对吧 哪儿一上来就碎了 第一鼓就敲一响 第一鼓敲的就是闷响 是不是 放的就是个哑炮 你说这东西后边怎么 对吧 所以你也就好 所以的话呢 看墨西哥能扛多久 墨西哥的话呢 说实在话 墨西哥只要能扛得下去 其实对他来说是好事 其实他不扛 对他来说不是好事 因为你不扛了移民到你这儿了 他也就不管了 对不对 你想想啊 这陆续这非亚移民哭哭往这儿送 对吧 那你想啊 这东西怎么弄 对吧 能潜散的走吗 到时候都扔你墨西哥了 你墨西哥怎么办 其实呢 你说真正抵抗一下呢 就是这么讲啊 你虽然说被收了20% 就这么讲 墨西哥接下来啊 横竖躲过这难 要么呢 就被升关税 要么呢 就把这个移民来 对吧 这两者都差不多效果 可能没准还是 收关税也好点 因为收关税呢 反正 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不能完全赖你 知道吧 因为那移民一来 全都赖你了 没有吧 到时候人家不会说 是替你遮掩的 人家不会说 替你感觉到这个担忧 或者说替你感觉到 这个一说如何如何的 他们只会觉得你软弱 对吧 你对美国妥协了 你对美国投降了 所以现在这些人都来咱们这儿了 往上治安也不好了 是这也不行了 那也不行了 对吧 所有的东西都不行了 是不是 等所有东西都不行了 人家赖谁 人家赖的一定是你 人家一定不会赖别人 没有吧 明白明白 跟你讲的意思吧 最后赖谁 一定是赖你 不会赖别人的 所以你要是扛25呢 扛25就扛25 你要是最后你乱套了呢 是吧 所以反正看吧 最后要扛多久了 扛了久一点呢 那对于川普来说就不利 为什么呢 人家该往那边境追了 没多二天了 是吧 还一个多月就该开场了 对吧 两个月了 两个月之后就该开场了 这场大戏啊 到底能不能玩成 咱们就慢慢看 都是好事 对不对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 先到这儿看下一节内容 那这一节啊 咱得讲一个事儿哈 那么特朗普呢 将提名格利尔呢 为贸易代表啊 格利尔呢 是莱特希泽的这个幕僚长啊 那他也承认纽约市达律师事务所与莱特希泽共事啊 那说白了呢 等于就是用了莱特希泽的人吧 那么之前 这不是莱特希泽长期的这个支随者吗 对吧 他是他的追随者的追随者啊 用了他吗 那么他呢 接下来的这个玩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主要就是关税战嘛 对吧 而且现在媒体惊呼啊 说首次啊 对主要贸易伙伴发生了具体的威胁 引发了市场的动荡啊 因为这个事是这样的啊 这一次贸易战的话呢 对吧 等于是先拿盟友开刀了 先拿盟友下手了啊 这个让外人很意外啊 那为什么先对盟友下手呢 为什么他这个 就他到底要干嘛 对吧 你说他真的是想要重塑制造业吗 我跟你讲啊 重塑制造业是没有意义的 完全没有意义 绝对是死路一条 绝对是错误 错误加错误 啊 错误加错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的已经无数次了 对吧 你这个GDP的制造 你看得很清楚 他就两万亿左右 对吧 你这个金融是多少 一个饭馆 不去做这个主营业务 对不对 完了去找这个边角料 完了通过边角料 想振兴他自己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美国想调整工业的话 根本就调整不了 我跟你讲吧 调整工业 第一个问题就是没电 对吧 你要知道啊 这些这些钢铁厂 对吧 铝厂 对吧 精炼厂 现在都需要大量的电 通过电进行精炼 对不对 都不是简单的拿火烧 都是拿电这个融化 对吧 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大量的电 那这个电需要多少时间 就你别说别的 就你想弄这个 纯靠你自己 什么东西都是纯靠你自己的 你这就需要大量的电 对吧 而且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你这生产 对吧 是多少钱 你拿回去了生产 这个 在人家那生产多少钱 它是两个钱 什么叫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就是进行什么 进行这个分配嘛 我做什么 你做什么 他做什么 然后通过这些你我他各自之间的一个比方法形成一套循环嘛 说白了 这个产品在墨西哥做可能就是25 对吧 你自己做可能就就30 甚至40 对吧 那你现在你拿回来做了 那这东西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是涨价 就这么讲吧 就说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这个游戏玩制造业能不能重新玩 能有两种能 第一种的话呢 是第一个美国彻底崩溃了 彻底崩溃了的话呢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呢 也不算太是坏事 为什么 因为他就进入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循环嘛 那他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循环里 那这个循环一开始 对不对 这个循环他只要一开始 那这个游戏就重新开始了 对吧 这道理我觉得没什么说不清的吧 没什么讲不明白的吧 这个循环重新开始 这是一种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生熬的 生癌的 挨到底 那么也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熬着 死熬 熬他两三代人 熬熬到底 最后把这东西彻底结构调回来也行 但是通常情况下的话呢 是没有人做这个选择 因为熬着熬着 老板就不熬了 为什么 因为他收入低了 收入低了 利益低了 获利低了 是吧 什么玩意都低了 最后他能放得过你吗 他能说 哎呦 我忍恶挨鸡 我忍个这个 二十年痛苦的日子 完了我们就转回来吗 你觉得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他们能忍得了吗 对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忍不了吧 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如果他忍不了的话 那这些人不忍了 那你能做成你想要做的事吗 对吧 其实是很难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吧 你这个东西全都你自己做 最后的结局什么 一定要价格涨 价格涨上去了 比如说你现在卖一百 涨上去之后卖一百五了 那多承受这五十 谁承受 老百姓承受吗 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够难的了 你再让他再承受五十 对吧 他哪有钱呢 到时候万物齐涨 对吧 那你得万物齐涨 你要想涨 你得要么呢 你把这产品卖出去 卖给别人 你赚利润 要不然的话呢 你得你国民有钱 对吧 你卖别人没有竞争力 为什么呢 你这产品生产完了 卖这么贵 谁有谁 谁买啊 对吧 根本就为人买 明白这个意思吧 那那没人买呢 怎么办呢 是不是 这是一个问题 那你说 比如说这个没人买了呢 后边的游戏怎么办 后边游戏你自己买 自己买的话 老百姓从哪赚这个钱呢 对吧 他总得有一个消费力 消费能力在 他才能买得起你这东西吧 所以说白了 这些关税战呢 都是什么呢 都是表面光 知道吧 就是一种极限施压的 谈判手段 让别人最后认怂 怂完之后的话呢 这个好像他能达到一些 他想要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他大概 想要的就是这东西 对于川普来说的话呢 大概想要就这东西 但是问题也是在这儿了 你想要这东西行不行呢 行 可是问题是 你拿什么出来交易 对吧 你八年前 你可以玩这游戏 而且八年前 咱们也讲得很清楚 八年前玩的是什么东西 玩的是跟咱们玩 那个时候呢 对于这个亚非拉来说 对于这个欧洲日韩来说 他们为什么能接受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一惊落万物生 是吧 如果给真的给咱们逼倒了 是吧 那亚非拉其他的人 他能获益 包括这欧洲日韩的人 他们也能获益 因为你倒了 他就获益了嘛 所以他们知道 没有人能抵抗了 美国这个循环 那没人能抵得了 这个循环 所有人都必须 在这个循环里去玩 那最后的结局 无非就是 让谁来玩这个循环嘛 对吧 那美国人既然厉害 那我们也没辙 那只能就接受 去接受他了呗 对吧 那他怎么样 我们就跟着怎么样 对吧 这是过去的这个游戏的玩法 但是八年时间过了 天地已经为之大变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还能想做这种 你想做这种事吗 是吧 你真的觉得 还能这么做吗 其实我认为就很难 所以说白了呢 很难 这游戏按这个方法 如果做不了的话 你怎么办 其实很麻烦 所以我说句 我内心里的话 这条路是经济之路 注定走不下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老百姓呢 这么讲啊 比如他一月要挣3000 是吧 他 我现在花1500 他还有一千的 1500的这个富裕 对吧 我觉得你实行这个 能实行成功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 他虽然说钱变少了 但他也无所谓啊 因为他还能忍 对吧 他把他的主要对手熬死了 对吧 他还能继续玩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他已经没什么余力了 对吧 选你上来就是因为你 是吧 承诺了 会给他们带来好生活 选你上来 就是因为你承诺了 你会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上来之后的话呢 不但没解决这个问题 相反你让这个问题 变得越来越大 那你觉得对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有兴趣让你 这个玩这游戏吗 就是你玩这游戏 玩完之后的话呢 他们不但没变得更好 他们变得更差 对吧 那你琢磨琢磨 你觉得这个你能成吗 你能 他们能按照 你想下这游戏玩这游戏吗 我觉得真的蛮难的 所以未来的形势呢 其实已经 真的可以说 是非常非常明朗了 对斯拉姆来说的话呢 反正他还得穷折腾 那不折腾肯定不行啊 那不折腾体现出来 是不是 你穿大也是个人呢 是不是 你说穿黄 对吧 百分之 从一说一开始的时候 说是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百 现在对咱们的关税下来了 因为你要知道 他现在没真上来的 对吧 等他真上来的时候 他能不能争得了 这百分之二十五 对吧 这后边的事都不好说 前面的路都是很难的 对不对 那你想你这个 是吧 加了这些税 问题就在这呢 你加了这些税 最后是谁承受 最后是你这个老百姓 承受的东西 你左手倒右手啊 就是这么跟你讲啊 就是美国呢 他的这个关税收入 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他的财政收入里 最高的是两个 一个财政收入高的呢 是这个个人所得税 一个收入高的呢 是社保 就这两项 知道吧 其他的 还有一个就是公司税 公司税其实都没收到 而且他还要减税呢 对吧 他还要减税 完了还要给各种福利补贴呢 对吧 那这些东西算完之后的话呢 政府手里根本就没钱 手里边没钱 吸降不下去 这就是特朗普 上来所面对的情况 所以特朗普一上来 他有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战争怎么停战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大事 是关税到底加还是不加 第三件大事 吸降还是不降 这三件事 垒在一起 其实你说他好做吗 他并不好 对吧 没有任何人替他遮掩 没有任何人替他这个去 是吧 去怎么样的去解决 是吧 什么都没有 完了最后的 所有的责任也好 所有的难度也好 都是你扛着 做对了 你太了不起 您胜了 是吧 做错了 做错了都是你的事 对吧 那你想想都这么玩 他能真的玩的好 反正我反正我存疑 反正你说了胖 你看不懂 你啥也不懂 对吧 那我那我也没话说 但是反正呢 我就讲这么一句话 他用这些人呢 用谁都行 是吧 你想用谁都成 外边呢 给你把这人讲的 十八狠 是吧 天狠地狠 是吧 没有不比任何狠的人都行 对吧 你怎么喊也都可以 对不对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那十八狠吧 那比天狠比地狠 你怎么狠都行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了 你狠 你得上来真狠 你可不是 可不是说你玩个假狠 别人就放过你了 你把人都得罪了 人都放得过你了 对吧 所以墨西哥呢 现在人家说 要跟你比斗比斗 反正比斗呢 看怎么说吧 反正比斗来比斗去 如果最后怂了呢 也不能赖墨西哥 因为墨西哥确实 反正也没什么太多实力 那加拿大呢 昨天这块我还忘说了 因为昨天新闻新出来的时候 就写了墨西哥 没写加拿大 等我录完了这新闻 又加上加拿大的事了 所以又对加拿大 对加拿大来说的话 那就非常高高了 那小特鲁多的话 肯定都站不住了 对吧 你什么都跟着美国走 最后美国给你加25%的关税 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要换人了 换了人之后的话呢 那么如果换的人 愿意跟咱们合作 对吧 那就给美国难堪嘛 对不对 故意给你难堪嘛 说白了就是 你再不把这东西架上来 再不恢复咱们的关系 那我就跟着人家玩了 对吧 我这么跟着你 我这么向着你 你说什么我都说是 是吧 完最后你要把我的这个工业 把我的这个产业弄走 对不对 那咱以后就没朋友当了 是吧 那这么玩的话呢 那对咱们就好事 五眼联盟就彻底破裂了 他对这个 加拿大加税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澳大利亚也不会往上冲了 对吧 谁傻呀 都明白你马上就要打昆睡战了 人都期待的是你打别人 完了呢 人家分一杯羹 对不对 人都期望的是什么 是一惊落万物生 是吧 从你身上捞 捞点便宜 是吧 您吃肉我们喝汤 现在好了 割肉未应 割谁的肉呢 你以为是割这个东大的肉 实际上割的谁肉 割的是他们的肉 割自家兄弟 是吧 割自己兄弟的肉 完了完了你呢 说起来的时候 天很地狠 十八狠 对不对 最后的话呢 对人家疯了 对吧 就对兄弟狠 那兄弟怎么还能站在你这边呢 对吧 那当兄弟的肯定就站不到你边上 所以我觉得反正 穿板嘛 现在就是折腾嘛 不折腾肯定也不行 折腾就折腾呗 对吧 折腾出来之后的话 倒看看他最后折腾能出什么活来 是吧 反正我跟你说实话 关税战这东西啊 就是欺商权 先商人后商己 对吧 通胀那就就在眼前 这个百分之百没有任何问题啊 因为你很简单的道理嘛 对不对 你这个 你收了关税 老百姓他就要多花钱 多花了钱 对吧 交的社保的这个钱 就会降低 没钱了嘛 有的人可能就交不起了 就断供啊 对吧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能不能够创造更多的收益 我跟你讲啊 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是 拿打制造业这个事当个谎子 去玩还是怎么说 制造业救美国 那是无稽之谈 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为什么 数据就在这摆着呢 你自己看嘛 对不对 两万亿的GT制造 完了 你把它变成什么 你把它变三倍 也才多少 才六万亿 六万亿能解得了你这事吗 不可能 但问题是 你想变成六万亿需要多少时间 我还是这句话 就是工业没有那么好搞 为什么 你一需要人 二需要时间 建一个工厂多少年 你别跟我说建一个工厂 三十天你就建成了 对不对 那那什么呢 那芯片厂那些怎么样的呢 那都建了四年了不对 现在还没建好呢 得到二十六年才能建成 知道吗 那二十年提出的 到二十六年才建成 那就四年 对吧 建一些大型工厂 都得需要这些时间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东西 我觉着洒漏成冰吧 这么说吧 就你都下去了 这玩意还没建好呢 那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要下去了 还没建好 完了你要去做 说白了就是 你为什么要这个 最后把你的好数 把你的遗产交给什么 交给后人 对吧 你还有四年 四年之后的话呢 你的游戏就再建了 对吧 换别人了 完那个时候呢 如果你真做成了 别人享受的是你的遗产 完人家还不说你好 对吧 你觉得对于川普来说 是这种商人 会干这种便宜买吗 会把这些东西 好处让给别人吗 那显然不会 对吧 那你说你显然不会的话 那你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 对吧 说白了就是打一个谎 这个谎子 真正为了什么目的 是吧 现在我也看不太出来 为什么呢 不是说他这东西怎么样 我就觉得他这条路是一条死路 可能我太浅薄了 对不对 人家有高招 人家有妙语 咱看不出来 那倒是看看呗 对吧 最后看看这市场怎么就 这什么呗 除非就是大通胀 对吧 完了 货币大贬值 那问题是你货币贬值了 中国机器器可就上来了 对吧 因为你美元贬值了吗 你美元贬值 人币就升值了吗 美元贬值 人币升值 那对咱们来说的话 慢慢慢慢的 咱们就该玩另外的游戏 对不对 那属于咱们的循环 也要往起起 对吧 这事物的变化 都是相对的嘛 那那个时候 你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马上就下降了 那你又不给别人好 我还得让别人的影响力 对你上升 那这世界 哪有这么偏偏的事 是吧 这道理我当然能明白吧 这个没有什么 说不清楚的吧 你可别认为说 你不想负这个 世界大哥的责任 还能拿世界大哥的好处 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 对吧 负代价拿好处 有权利讲义务 这东西是 他们这些游戏的基石 世界游戏的基础游戏 对吧 你只想拿好处 不想负利益 没这个事 好吧 那今天那集呢 就这里 谢谢收看